那今年我们测了很多的电视 2021年发布的新品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评测完了 又到了该开始比比的时刻 接下来呢 我们会发布一系列的横向对比的视频 那让我们先从入门款的液晶电视开始 那因为GDM的评测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 相同价位、规格接近的产品 大家其实看GDM的性能排用码 就可以判断出来数据和画质的优劣 今天我们主要是选择了不同规格、不同价位段 在各自价格区间都有一定的优势的产品 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每多花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 同是液晶电视它的画质有什么不同 当然这四款电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背光 那么闲话不多说 来看一看这次横屏的这四款产品 首先是小米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 入门系列小米电视EA2022款 那这款电视在京东的销量是非常的残暴的 直下是背光 入门级别现在的优惠之后 价格是2299元左右 第二款是荣耀智慧屏Pro 那它的价格是4000元左右 这款产品不算新 那我们之所以选择它 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荣耀目前最高端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它的测试背光 在这个价格段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很有必要和主流的直下式背光 来比上一比 第三款呢就是海信的E7G Pro 在京东的销量同样不俗 它是直下式背光 有32个背光分区 它的定位呢是一款游戏电视 综合画质呢实测也是比较均衡的 那它目前的价格呢在5000元左右 最后一款就是雷鸟R645C 它的硬件规格非常强悍 在5000元档位就配备了迷你LED的背光 以及HMR201接口等越级的配置 以上的这四款呢是我们挑选出来 在5000元以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四款产品 那选择这个价格段电视的用户 大家更加在意的是 产品质量是不是可靠 以及画质呢是不是够用 所以呢这次横屏 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 做工用料 画质参数 全部素质和主观的画质体验 那我们把四台电视摆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体的差别是不大的 都是全面屏的设计 双脚式的底座 不过呢靠近之后再一看 这区别啊可就是出来了 那么首先来看小米电视EA2022款 小米电视是标准的工模设计 没有什么新鲜感 但是呢做工用料是非常良性的 用了一体折弯的金属变框 这样呢其实对屏幕的保护会更好一些 反倒是其他三款价格更高的电视呢 其实都采用了普通的清洁工艺 当然作为入门款电视 小米电视EA2022 它的支架是塑料的 荣耀智慧屏Pro 那这台电视呢采用侧入式的背光 主要优势就是厚度上是比较薄的 要不是背部有这个高挑的小书包 甚至有一种OLED电视的即时感 海星17G Pro 它的外观感觉呢更加别致和典雅一些 尤其是像两侧延展的支架造型 表面上还使用了流沙工艺的处理 在设计上是花了不少心思 那雷鸟R645C做工用料也没得说 亚克力的背板加上全金属边框和金属支架 它的质感非常不错 不过呢它的屏幕的确是有点厚 其实迷你LED电视不必然厚 这款雷鸟R645C光边框厚度就达到了47毫弦 略显笨重 整体外观来看 我们认为海星17G Pro要更加脱颖而出一些 那么你们觉得哪款电视更加符合你的审美呢 也欢迎大家打在公屏上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接口部分 价格最高的两台 海星17G Pro和雷鸟R645C都配备了一个HDMI 2.1接口 对游戏的兼容性会更好 而荣耀智慧屏Pro 它的USB接口最少只有一个3.0的口 实在是不求多 但是呢求精 让我们来看客观参数 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有了迷你LED背光的加持 雷鸟R645C的亮度表现非常出色 是四款电视当中亮度唯一超过1000nit的电视 可以为更好的还原HDR内容提供了不错的基础 那除了小米电视EA2022款之外 色域部分其他三款 它的P3色域覆盖率都达到了90%以上 所以呢也符合广色域电视的要求 色准方面 小米电视EA2022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色准平均带的一支是2.68 看来舞台调校的确是让有效果 那通常来讲 色准在2到4之间都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平 那从数据来看 海星177 Pro色准表现相对要差一些 在客观数据的部分 雷鸟R645C综合实力显然是更强 它的亮度色域色准都达到中高端级别产品的水平 反映出这些电视的基础规格 但是画质调校好坏 还是要通过实际画面来进行验证 和OLED电视的自发光不同 液晶电视属于被动发光 需要依靠背光才能够显示 所以液晶电视的画质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搭载的背光系统 那这里面水就比较深了 有没有分区 测试是分区 直下是分区 普通用户对于这些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坑了 正好 今天这四台电视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分区类型 我们通过几段暗场测试片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段局部控光的测试片当中 可以看到没有背光分区的小米电视EA2022款 它的全屏都有漏光的现象 荣耀智慧宾Pro虽然有16个分区 但是由于采用了侧入式的背光 上下两侧也是存在明显的露光 而相对较好的是海信E7G Pro和雷鸟R645C 不过128个分区的雷鸟R645C的光运面积更好 白色方块的亮度也是最高 体现出了高规格配置的优势 那在具体的暗场表现上 这段拉斯维加斯的片源当中 没有分区背光的小米电视EA2022款 它黑色部分其实已经变成了灰色 灰热的背光和整体的画面都有点发挥 荣耀智慧宾Pro测出背光是条状的 横向的没有画面的区域 背光会被关闭掉 有画面的地方同样会有背光的露出 看上去就有些怪音 像是一块阴阳屏 海性E7G Pro和雷鸟R645C的直下式分区表现则比较正常 不过雷鸟R645C的光运控制和亮度上表现都要更好一些 其实在多数的暗场画面当中 荣耀智慧宾Pro和小米电视EA2022款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16分区的优势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甚至会在一些画面上起到副作用 这样我们想起此前小米电视5Pro 虽然同样是测入背光 但是它没有加分区 所以看起来其实也是没什么毛病 这一组的测试当中 整理表现最好的依然是雷鸟R645C 它的控黑亮度以及画面对比度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月级的规格配置的确是不将无得 那在局部控光的部分 分区数量更多 并且采用miniLED背光的雷鸟R645C 原来在控黑能力亮度对比度上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 而采用测入背光的荣耀智慧宾Pro 它的翻车是比较严重的 给人的感觉呢 这有分区还不如没有 我们依然使用这段比较严苛的测试片 可以看到小米电视1A2022 它是没有MEMC功能的 只能显示原生24帧的测试片 画面的流畅度也是最低的 而其他三管电视呢 在开启运动补偿的功能之后 优化相对最好的是雷鸟R645C 只有在第一行低速运动时存在一些破损 中高速比较稳定 海信177Pro和荣耀智慧宾Pro 在不同的运动速度下 都出现了轻微破损和抖动的情况 辣椒测试的片源当中 表现最好的是荣耀智慧宾Pro 运动流畅 而且辣椒表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破损和抖动的情况 海信177Pro和雷鸟R645C 则出现了小幅度的抖动 所以理论上将24帧的画面补偿到60帧 是容易出现破损的 因为它们不是贵数的关系 但是呢 荣耀智慧宾Pro的60Hz面板 在进行补偿算法之后 和海信177Pro 雷鸟R645C的120Hz面板 达到了相近的水平 并且在辣椒测试片源当中 表现最好 所以看起来 荣耀的鸿湖818芯片 在运动补偿算法上 的确是很有一套 那么我们相信 购买这个价格区间电视的用户 绝大多数是用来在线刷具 看电影 所以在主观测试的部分 我们先从在线视频开始 首先来一段近期比较火的电视剧 第一页可以看到差别非常明显 右上角最亮的 出意外的是雷鸟R645C 颜色最鲜艳的是 左上角的海信177Pro 那下面两台小米电视 EA2022款和荣耀智慧评Pro 它的亮度则要相对较低一些 整体观感如上面两台 不过小米的色彩饱和度是更高的 那我们具体到肤色上 雷鸟R645C和荣耀智慧评Pro 要偏绿一些 海信177Pro和小米电视 EA2022款则要更加准确一些 那在古装电视剧当中 雷鸟R645C和荣耀智慧评Pro 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绿的情况 而且雷鸟R645C 由于它的亮度很高 还在一些画面上不显获报的情况 那这里面呢 其实就已经体现了 企业调教能力上的差异 所以啊 我们还是得表扬一下 小米EA2022款的调教 虽然规格各异 但是呢 画质表现都还是调教的比较到位的 和海信177Pro调测风格也是比较接近 由于海信177Pro它的亮度更高 那会带来更好的画面层次感和色彩的饱和度 它的观感也是最舒服的 在这段风味人间当中 表现最好的依然是海信177Pro 色彩优化和画面的立体感都非常出色 那雷鸟R645C虽然对比度非常高 但是偏绿的问题啊 依然是存在的 小米电视EA2022款和荣耀智慧宾Pro 由于亮度比较低 在一些画面当中啊 出现了细节丢失的情况 不过呢 小米电视的色彩依然是更加准确一些 而荣耀偏绿的问题呢 要比雷鸟甚至还要更严重 在线视频的部分 荣耀智慧宾Pro测出背光 再次爱下阵来 不仅没有体现出16分区的优势 而且画面啊 明显偏绿 色彩准确性 也不如小米电视EA2022款 表现最好的 反而是海信17G Pro 整体的画面优化 直接反杀了规格更高的 参用miniLED的雷鸟R645C HDR片源上 四代电视都支持HDR解码 但是呢 要真正还原HDR的显示效果 理论上还需要电视达到 1000尼特以上的亮度 目前来看 只有雷鸟R645C达到了这个要求 遗憾的是啊 在实际的画面上 雷鸟未能把硬件的优势发挥出来 以这段HDR PNN为例 云层的层次感 雷鸟R645C和海信17G Pro 表现是比较接近的 并没有拉开差距 虽然整体画面的立体感 相比小米电视EA2022款 但永远智慧Pro都要更强 太阳光亮度 海信17G Pro 居然是四台电视当中最耀眼 更加接近真实的观感 而雷鸟R645C的亮度优势 则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色彩方面 海信17G Pro偏色的问题依然凸显 比如说在这段测试片当中 红色看上去异样的鲜艳 色彩的有些失真 雷鸟R645C和荣耀智慧Pro 画面偏绿的问题依旧存在 色彩最准确的是小米电视EA2022款 测试到这里 其实我们非常好奇 为什么雷鸟R645C的亮度参数这么优秀 但是在实际片源当中却发挥不出来 答案其实在解码上 当我们使用蓝光碟机进行统一的解码 并且给四台电视输入同样的信号源分屏显示 雷鸟R645C的亮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相比其他三台电视还有着明显的优势 只能说雷鸟的软件真的使用很大的问题 而且在播放一些HDR10片源和多米世界片源的时候 雷鸟R645C自带的播放器还会出现有声音没有画面的情况 在HDR这个拼硬件的游戏当中 雷鸟R62022款和荣耀智慧Pro显然是直接败下阵来 而雷鸟R645C在这个价位段虽然配置和客观参数不讲武德 但是在HDR解码的软件问题上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并没有发挥出也有的水准 整体表现相对要稳健一些的还是海信17G Pro 遗憾的是这些液晶电视在我们比较严苛的全油的测试环节 可以用全军覆没来形容 下面电视EA2022款整体画面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雾 对比度非常低 完全没有展现出剧中应有的氛围感 不过毕竟规格比较低 所以表现也还可以理解 荣耀智慧宾Pro的降噪算法显然是有些用力过猛 人物在走动的时候会出现诡异的脱颖 导致画面比较模糊 关闭降噪算法之后有所好转 但是画面整体的层次感和细节同样没有得到同好的展现 二场方面 海星177Pro和雷鸟R645C则是完全相反的调教方式 海星177Pro偏向于细节展现 但是空黑不行 存在明显的漏光现象 对比度是比较低的 这个和硬件规格有很大的关系 而雷鸟R645C把重点放在了空黑上 按说思路是对的 但是细节丢失严重 比如说这里背部应有的雪山细节完全丢失 黑成了一片 那画面调教的原则一定是要先看见 然后再追求质量 硬件到位的雷鸟BJLED的调教还是比较遗憾的 看起来想要获得更好的画面对比度和暗厂细节 还是加点钱上后来电视 价格稍高的两台电视 海星177Pro和雷鸟R645C都支持HMI 2.1接口 那这个环节呢 我们把它单独拎了出来 看一看游戏体验上的表现如何 能感到比较欣慰的一点是 雷鸟R645C在升级完固件之后 终于可以开启4K 120Hz了 ARM和VR也都正常支持 而且呢 HMI增强也从升级前的HMI 2.0 变成了现在的HDMI高级标准 那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海星177Pro也可以正常的开启4K 120Hz游戏 VR、ARM都可以能不支持 不过呢 我们把两台电视都开启4K 120Hz之后 海星177Pro出现了一点小瑕疵 画面出现了轻微的模糊现象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文字看到文字周边出现了一些毛边 而雷鸟R645C则要相对清晰一些 当然 在正常2.5米左右的距离下 这样的差距其实并不明显 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下才可以看到这些现象 这其实体现了两台电视在芯片优化算力上的差距 除此以外 海星177Pro还可以在开启VR功能的同时 开启4K 60Hz杜比世界游戏 而雷鸟R645C则需要关闭VR功能才能正常开启 切换到杜比格式之后 海星177Pro有针对性的杜比世界游戏模式 延迟更低 而雷鸟R645C没有这个选项 那在开启游戏之后 可以看到两台电视在画面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雷鸟R645C亮度优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色彩也进行了调验 而海星177Pro依然追求的是色彩的准确性 那两个画面风格其实要看大家的喜好了 那我们几位工程师认为 亮度其实够用就好 画面的色彩准确性才是最重要的 游戏的测试上 雷鸟R645C通过物件升级的形式 改善了此前的软件问题 海星177Pro除了4K 120Hz画面近距离观看 有一些模糊之外 没有明显的硬伤 而且一些功能上 它细节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 那这几台电视的音质部分 我们通过以下的一些片段 可以先感受一下 但我可以帮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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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助它 我可以帮助它 今天是要让你失去 因为我可以帮助它 但我可以帮助它 小米电视EA2022款和荣耀智慧冰Pro 只能算是听个响的水平 而海信E7G Pro由于加入了一组超前重低音炮 它的低频表现会比较好 雷鸟R645C的环绕声会比较强 尤其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获得不错的音场感 那在音质的表现上可以看到 当你选择一个画质底子还不错的电视的时候 还红样会匹配不错的音质 当然索尼X90界是个例外 对于5000元以下的电视来说 多加钱换来的往往是规格配置上的升级 当然更好的配置并不见得体验就会更好 我们需要分辨哪些技术和功能 是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银的 那从这次横屏的四台电视来看 价格最便宜的小米电视EA2022款 是这个价位段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规格配置虽然要比其他三款都低一些 但是不错的色彩调校和比较良心的做工用料 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主流用户的需求 而价格高一些的荣耀智慧屏Pro 相比小米电视EA2022款 多了16个背光分区 但是在90%的情况下 这个背光分区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那从整体的评估来看 接近2000元的差价其实是不太值的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相对有限 对画质没有太高的要求 还是选择不带背光分区的电视吧 如果一定要选择背光分区 建议一定要买直下式背光的产品 那对于两台都卖4999元的电视来说 雷尿R645C不可否认是这个级别当中 规格配置绝对变态的存在 较高的亮度和背光分区 让它的实际画面体验是比较出彩的 观感也是比较讨喜的 当然调教上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尤其是暗场 但是好在HDMI 2.1的到位 让它除了暗场之外 劝退点已经大大减少 海信17G PRO它的整理表现 我们认为可以称得上全面这两个字 除了在亮度上和雷鸟相比稍有逊色之外 它的表现都是比较稳健 除了暗场有点遗憾之外 在线视频的优化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那试一胎买来就可以获得不错体验的电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冷屏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小钟哥点上个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